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个新西兰的以德台阳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上网上编辑部 正香布和沙冷气 将齐抗疫拼经济反网部的讯息传让开去 这次节目就要讲讲全球通胀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说全球通胀来袭 因为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伦银行 扔了很多钱在市场上量化宽松 今年美国联储局又扔了很多钱 再加上拜登想做一个35,000亿的福利支出和基建计划 现在当然很多人说美元超法 欧洲又超法 日本央行又超法 英伦银行又超法 现在当然某些地区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 就停不下来持续恶化 举个例子就是巴西、俄罗斯这些地方 但俄罗斯这些地方现在没有什么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卖能源的收入又高了 实际上有通胀都弄不死俄罗斯 还有其他地方当然原材料和价格都会上升 有通胀都弄不死 某程度上看是 但是当社会上的价格持续上升的话 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危险 你打工的收入就卡在那里了 做生意的人也不可以立即涨价的 当然举个例子就是台阳最喜欢去的那间餐厅 它今年的价格其实已经涨了百分之三十几 只是一年而已 但是你说它涨了百分之三十几 是不是那些人照吃的呢? 老实实不是的 现在整个市面很有趣的 有些店铺就没有涨价 没有涨价的店铺的生意越来越好 有涨价的店铺没错 赚的钱可能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生意我们观察得到就开始变差 所以这个就是只长有竞争 大家才会有好处的其中一个体验 当然有些投资银行的朋友就出来说 说现在是商品超级周期 你们那些人想对抗通胀就扔一些钱去玩这个商品 那究竟是不是呢?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 我当时的判断就是这个商品超级周期是假的 就是你最多炒两三年 商品超级周期就会塌了 现在看起来未必是对的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投行就出来判断 就说不行了 现在除了通胀之外 还有一个很惨的情况出现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滞涨 什么叫滞涨呢? 滞涨就是有通胀 但是没有经济增长 就叫滞涨了 如果有滞涨出现 那商品超级周期就会持续 现在他们的故事就是这么吹的 那滞涨如何定义呢? 其实这一件事都是有争议的 刚才我说的 只是其中一个定义的方法 在华尔街的人是怎么定义的呢? 根据德银的一些调查是这么说的 43%的华尔街金融精英 就将滞涨定义为零或者负增长 和远高于目标的通胀 有30%的金融专家 就将滞涨定义为增长低于趋势水平 通胀高于目标 还有25%的人就将滞涨定义为 经济增长的明显放缓 还有通胀的强劲回升 现在德银的研究 它就说市场对于未来12个月内 可能出现滞涨有多强烈的共识 在不同的地方当然有不同的情况 美国有些人就说这机会率大概22% 是 欧洲33% BNO祖国这个概率是去到54%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BNO祖国的情况不是真的十分乐观 现在大约华尔街就有40%的人 认为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就会低于预期 如果是这样 股市就要倒下了 因为现在定价错误 是吧 照计就是这样 照计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通胀风险升高了 大家也感受到有些是贵了 但是这一样东西很大程度上 我认为是因为供应链出了问题 航运出了问题 那这一样东西怎样解决呢 是要解决了疫情 这一样东西就能解决得到 你有时间解决就能解决得到 那么疫情能不能解决得到 我操钱的看法就是 大家打齐了疫苗 疫情就可以算是完结了 但是现在最大事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有人拖后腿的 他们就不想疫情解决 就不打疫苗 不打疫苗实际上的情况 就会害全人的 因为你不打疫苗的那些人 其实是令到整个世界的供应链 都是失衡的 为什么呢 不打疫苗 有些地方的封城措施 社交距离措施就停不下来 这是非常大事的一件事 正常的经济活动做不到的时候 那个连锁反应是很厉害的 当然了世界的华视人高盛 他们也都对滞涨周期有一个定义 他说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季度核心 CPI通胀跑赢 美国实质GDP的增长至少50个基点或以上 就是滞涨周期 高盛他们的经济学家 到现在都认为 现在的环境就不是滞涨 但是在滞涨环境里面 股市是会疲弱的 根据往迹来说 所以如果大家有钱在股市是要小心的 还有一个问题 根据高盛计算过去60年里面 Standard & Poor 500指数 即是标普500指数 每季度的总回报的中位数是2.5% 但是在滞涨环境之下 那个回报就会降到-2.1% 即是在高通胀环境之下 那个回报大概就是-0.6% 如果滞涨出现 就会比经济增长疲远 即是Slow Growth 或者是高通胀环境就是High Inflation 如果Slow Growth and High Inflation出现 就是滞涨 那就很麻烦 那用回高盛的定义的话 1960年以来 其实就是有41个季度 是滞涨的定义 即是符合高盛滞涨的定义 是17%左右 那绝大多数的滞涨 都是发生在60年代末期 至到80年代初之间 即是去到21世纪之后 符合滞涨定义的阶段 其实只有三个轨道 是很少的 一次就出现在2000年左右 另外一次就出现在2007-08年 大家都知道2007-08是金融海啸 是的 2000年左右就货网股爆破那些 滞涨期间 你要找些什么赢家出来呢 滞涨的时候有什么行业 有强劲的回报 第一 医疗保健 Health Care 第二 能源 Energy 第三 Consumer Services 和Goods 即是Consumer Goods 即是消费层面的东西 都是会有强劲的增长 但最劲力就是Health Care 和Energy 所以大家是要小心的 但是现在市场对于定义 这个滞涨 究竟对不对呢 这个是有争议性的 所以有不同的投行的分析师 都是出来说一些 不太同的说话 那法卿那边 他们又有出来说的 他就说什么呢 就说科技股和美债的收益有挂勾 现在30年期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就是2.1% 他就说如果升到2.4%的话 就会令科技股跌15% 如果美国10年期 国债的收益率 由现在的1.5% 升到2.25%的话 即是1.5厘升到2.25厘 那就会是科技股大雄市 他是这么说的 高盛他也有说 如果滞涨的话 那些餐饮娱乐 这些消费行业 每季的表现 会高过服装和零售商品行业 超过100个basis point 在其他时段里面 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现在的定价要看一看 标普500指数 Consumer Goods 和Consumer Services 即是消费服务和消费品 他们的回报 就是高过标普500指数 而消费品公司的表现 就是比消费服务业的表现差一点 现在当然 就是高盛和Morgan Stanley 他们的分析和对市场的看法 就有分歧 Morgan Stanley 他们就说 现在有很多公司出一些报告的时候 就会告诉大家 有严重的供应链问题 股市是会倒下的 这是大摩说的 究竟会怎样呢 我也不敢说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一些供应链问题解决到 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究竟 解不解决到供应链的问题呢 某程度上是难的 但是当中也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 高盛的预测就是 到年底的时候 标普500指数就会4700点左右 Morgan Stanley就说是4000点上下 那究竟你相信哪一间投行呢 你要自己决定 因为这些东西 大家都是看不同的大行报告 我自己 这个我粗浅的看法就是 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 还有 我认为指数 不代表什么 在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现在要买东西的话 你只要买到一两只 那些供应链出了问题 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有人买的公司的股票 那你已经很稳定了 这个是我粗浅的看法 而台仰也买了一只这样的东西 他只是买了这只这样的东西 一个月左右 到了现在我们做节目这一刻 就是香港时间 早上6点钟 是升了61% 所以是没所谓的 所以是没所谓的 多得社长大习 那就不要这么说 客气 那就不要这么说 有时这些东西就是 一只靓鼓养全家 就是这样的 指数不用理的 还有 有时都要猴下冷 猴冷 买马 是的 还有要认清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看指数的话 没错是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情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估值也是很紧要的 有很多人说港股在一个低估值的陷阱里 其实我粗浅的看法就是香港 有了国安法之后 那些大动荡就没有了 现在那些小争拗就不断有 那小争拗其实就不影响一般人做生意的 只要不要变到好像有什么军事行动那些 很安全 不用的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是说一样东西 有些人乱吹说要军事行动什么什么 那些是浪费的 那些是害普通人的 绝对是 因为现在大家是要协商解决香港当前的困难 就不是骂爆可以解决得到 没错 那好吧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之后我们回来会有其他节目的 是这样 拜拜 拜拜